为电影《功夫之王》刚刚从上海赶到横店的搜回楼波报记者在入住酒店后 没想到却正巧碰见了影片主创 成龙 李连杰 李鹏丁 吴亦菲 鲍德西等影片主创一同前往餐厅热闹聚餐的场面 据我们打探 这样大规模的聚餐可以说是在剧组开工后为数不多的一次 成龙 李连杰 两位影坛大哥一身休闲装扮 率先映入媒体眼帘 虽然自最初公布两人合作以来 关于电影的各种传闻就层出不穷 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有不少五花八门的猜测 但是当天当我们真正看到有说有笑 满面冲锋走在一起的两位功夫巨星时 所有猜测似乎也都烟消云散了 紧跟着复仇心切的刚毅侠女的刘亦菲在母亲的陪伴下进入媒体视线 而在剧中饰演唯一一个反面角色的白发魔女的扮演者李丁丁 也光彩照人的与妹妹李雪一同前往 在将近两个小时的进餐中 功夫之王剧组俨然像一个大家庭般奇乐融融 虽然我们并不知道究竟在席间他们谈论的话题 但是在结束后从每个人的表情里我们也不难发现 这是一次忙里偷闲难得的欢乐时光 就在上电梯前在片中扮演杰森的15岁美国小男孩 面对我们的镜头就显得有些腼腆 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用餐结束之后 主创们的手里都多了一个东西 原来在刚才聚餐的时间里 李连杰也抓住机会宣传一基金 为每个到场的人准备了一件印有李连杰一基金图案的T恤衫 我们刚才美人发了一件一基金的衣服 他希望我明天面对记者的时候大家都能带着这衣服 他刚才开玩笑希望我们明天能够穿上他的衣服 我想我会带去的 聚餐当然少不了喝酒增进感情 为了不影响第二天的工作 当天聚餐结束之后还有不少喝剩下的红酒 为此成龙大哥还不忘嘱咐经纪人打包带走 勤俭节约的好习惯也是值得每个人学习 搜独云陆播报浙江恒电独家采集